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那团附着在小姐身上的绿色雾气 也就是试试妖的本体 小姐本身样貌乖巧 善作画 可是在被试试妖本体附身的第二天 当她再度拿起手中的画笔 思考着该画些什么的时候 脑海深处 试试妖本体开始用她丑陋的触手 源源不断地稀释着小姐的精力 转而繁衍出小试试妖从小姐的眼眶里溢出来 爬在小姐的脑袋上作气 小姐因此陷入沉睡 全然没有了拿起画笔时的兴致昂然 就在小姐沉睡不醒的时候 书架上摆放的麒麟雕像突然显灵 从富家小姐的头上赶走了小试试妖 并一把火将其烧成灰细 小姐顺势从昏睡中醒来 接着拿起画笔作画 麒麟雕看在眼里心满意足地离去 然而藏在富家小姐脑海里的试试妖本体 却突然睁开凶横眼睛 更加用力地从小姐身上吸食精力 直到幻化出一头更大的试试妖 大试试妖一出来 就开始不断地变化形状 不加小姐直接昏迷 整个天空也一下子由白天变成了黑夜 到最后 大试试妖变化的只剩下一张血盆大口 巨大的吸附力使得昏迷的不加小姐不断靠近 眼看着就要被大试试妖吞入腹中的时候 院里的其他守护神也开始显灵 树妖 灯笼怪 以及房梁上叶猫兽和一开始的麒麟神 树妖眼展开枝杆 将富家小姐从大试试妖边缘拉回 灯笼怪缠绕成线 将大试试妖束缚 叶猫兽一举将大试试妖打回原形 麒麟神再次用火焰将大试试妖燃烧殆尽 富家小姐从昏睡中醒来 看着逐渐散去的灯笼怪和叶猫兽 于一身鸡鸣中 再次拿起画笔坐在了画布前 试试妖本体不死筋 欲三度作妖 让小姐接着睡过去时 麒麟兽及时的一个哈欠点醒了小姐 小姐毫不犹豫开始下笔作画 每画一下 试试妖本体上就会出现一道火痕 麒麟兽抖抖翅膀 回归原位 而小姐也继续认认真真地画下去 故事在这里进入尾声 可想而知 在富家小姐的专注下 试试妖必然灰飞烟灭 影片看似讲述的是一个有关拖延症的故事 可在小编看来 试试妖其实不仅仅是试试妖 它可以是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任何一个困难 和挫折 而麒麟神和夜猫兽 灯笼怪 它们就是那些在我们遇到困难时 站出来帮助我们的人 虽然它们的帮助会让我们暂时摆脱困境 可想要真正从困境当中走出来 还得靠我们自己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慢之声》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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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留言